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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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建于城乡特色产业创新是以循环经济、数位经济、文创体验为主要发展面向 因此本次八斗子智慧渔厂创新数位场域将完整其整个基隆市沿海观光 江县有建物再利用改善美化、使用BIM建筑资讯模型建立维护资料库 再以GIS图台接收海港资讯软硬整合 并汇入开放资料打造专层云端图台、强化观光资讯包装、上架行销、推播及消费等服务 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 那渔业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科技上面的支持配合 所以说我们跟经济部申请了八斗子智慧渔港的这个计划 是希望透过一些比如说数位、大数据、甚至GIS这样的系统 让民众可以透过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个渔业的东西 放下安置移工的历史功能 受渔业署委托经营已有数年 开放后已举办过潮想、基调及食渔教育等 且今年收容了全台唯一活体的魏虎金 市长还特地到场关切 本场域实践海洋保育的可贵成果 安置中心这个部分 它是把过去收容大陆渔工这个场所 那已经废弃闲置地去做一个诊件 那我们是把定位为一个海洋教育的中心 那一楼的部分具备有展示的功能 另外它还肩负了金屯保育、金屯救援 那二楼的部分我们规划了一些办公空间 那未来我们会希望说 安置中心这里可以有一些生态保育的团体 甚至是关注这个议题的青年 那它如果是需要一个办公的空间 或是活动的空间 那它可以利用我们安置中心二楼 来做这样子的运用 民国69年启用的八斗子鱼港管理站 整修后为环港铁马驿站 优越的位置 未来将为单车民众带来服务 舒适弹性空间 也为职业训练及国际志工提供滋养 铁马驿站它就是一个比较观光服务性质的空间 那未来我们金融市政府 这边已经有规划自行车道 从望海巷 朝庆公园 海科馆 这边一路 那有自行车道可以串联到八斗子鱼港 有自行车道 那势必要有自行车服务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在一楼的部分 有设置了自行车的维修站 在二楼的部分呢 我们是希望说 现在包括青年创业等等的 希望来做进驻 台湾每年都有很多的年轻人 到海外去做国际青年志工 那同样的也有海外的年轻人 希望到台湾来做国际青年志工 那我们希望提供一个这样的场域 让国际青年志工来到基隆 那来到我们这个旧鱼港 旧鱼村 那有新的人进来 新的视野 新的想法 那提供给鱼港鱼村一个新的机会 基隆有山也有海 我们希望能够整合基隆的山海支援 做一个游城的规划 所以我们推出了朝向这个品牌 希望能够结合基隆的山 基隆的海 能够串联成一个一日游 甚至二日游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说走一个精致化 让大家来基隆市能够学到什么 看到很多 那能够吃的精致 玩得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